大家好,我是小诺 俗话说,三九不易冬,来年五病痛 冬季也是进步的好时间 今天用红豆分享红豆糯米糕的做法 软糯香甜,比买的还要好吃 想学的,点击屏幕上有用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100克的红豆 先把里面坏的烂的给它挑剪干净 挑剪干净后,把它倒入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清水,把红豆淘洗干净 洗去表面的灰尘杂质 红豆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含有丰富的甲元素,铁元素 特别是冬天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 对身体好处非常多 清洗干净后,把脏水倒掉 然后往碗中再加入清水 把红豆浸泡4个小时以上 红豆我们可以偷天晚上浸泡上 第二天早晨起来,直接做,节省时间 而且泡发的比较好 这是我提前一个晚上泡好的红豆 红豆已经吸足了水分 个个变得胖乎乎的了 把红豆控水捞出 放到砂锅里面 再加入没过红豆的清水 加入几块老冰糖 用勺子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烧开后转小火煤煮20分钟 把红豆煮熟,煮至软面 中间我们要请观察看一下锅中的水分 不要把水分收干了 20分钟后我们再打开盖子看一下 现在锅中的水分不多了 用勺子搅拌搅拌 再用大火收一下汤汁 汤汁不多了,我们看一下红豆 像这样用手轻轻一碾就碎了 这样红豆就煮好了 把它捞出,装入大碗中 往里面再加入少许的清水 接下来我们再往里面分次加入糯米粉 边加边搅拌 少量多次的添加糯米粉 每加一次都要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可以更好地掌握住它的粘稠度 一只搅拌至红豆裹上一层糯米糊 成这种粘稠的红豆糊状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模具 在里面铺上吸油纸 放上我们调好的红豆糊 用铲子给它按压 按紧实 整理平整 然后在表面再盖上一层耐高温的保鲜膜 把它放到蒸锅里 盖上锅盖 大火烧开 上去后计时 蒸30分钟 把糯米粉蒸熟 30分钟后 关火 不用焖 直接把它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给它晾凉 晾凉之后 放到冰箱里面 冷藏两个小时 这种红豆糕 吃起来口感更好 冰冰凉凉 软软糯糯 放凉之后 把它倒扣在案板上 把锡油纸给它揭掉 看一下底部非常的光滑 平整 再把它切成小块 这样方便食用 这个红豆糕 我们一定把它放凉后再切 这样切的时候 就不容易粘刀了 切好后 把它摆入盘中 这样做出来的红豆糕 软糯香甜 营养好吃 红豆的切口非常的漂亮 我们掰开看看 还有拉丝的感觉 整不住了 尝上一口 香甜 软面 还有一点抠痰的口感 真的是太好吃了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没有什么复杂的操作 一看就会 这样做出来的红豆糕 当做零食 早餐非常不错 自己在家做的 干净卫生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纯天然红豆糕 给姜人吃着也放心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点赞 咱们